早上好 今天娃娃学校秋游 不光要做早餐 还有午餐便汤 有无限果蔬鸡 就可以同时洗菜 更节省时间 排骨洗净后 再冲洗一遍就可以了 先用凳中 炖个雪泥水 一会儿给娃带走喝 用一半雪泥 剩下的另一半就和兰瓜放一起 打一个南瓜雪泥汁 早餐就喝它了 南瓜可以用微波炉丁三分钟 这样南瓜会变软 打出来的南瓜汁更好喝 排骨腻干水分 加生抽老抽 蚝油 胡椒粉 一点糖 抓拌均匀 电压力锅选择DIY模式 放上油 把排骨两面煎一下 一会儿和大米一起做排骨饭 煎一下是为了让油脂煎出来 让它更香 再加点南瓜和青豆 因为压力锅不吃水 所以水的量要比平时放的少一些 不管用什么锅 只要掌握了它的特点 就能做出好吃的美食 盖上盖子选择焖饭模式 只要12分钟就好了 现在开始做便当了 先易热三明治鸡 再来打两个鸡蛋 用不粘锅煎一个蛋饼 用这个带微压功能的不粘锅 就不用担心蛋饼不成形 先给烤盘喷点油 再打两个鸡蛋 有小伙伴说用它煎蛋粘锅 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操作的 我就是喷点油 放鸡蛋煎三分钟 按这种方法做出来不会粘锅 铲子能轻松铲起 再喷点油开始组装三明治 三明治的组装 大家都有不同的方法 我就不多说了 喜欢什么放什么 我一共叠加了三层 做了厚压三明治 这个三明治鸡有双卡扣 薄厚都可以 把蛋饼盛出切丝 再多放点油 把胡萝卜丝炒一下 炒过的胡萝卜丝是甜味的 包寿司味道更好 刚才抽空用小白锅焖了点大米饭 加点蚝油和香油 给米饭入个底味 我们家都不怎么放寿司醋 这样加点蚝油拌一拌 让米饭有咸味 卷寿司 先抹点沙拉酱 再放上配菜 菜放中间位置 这样卷起来菜就会更圆 卷好的寿司 刷点香油 防止变干 三明治也压好了 切开两半装和 寿司也切成小块 排骨焖饭也好了 撒上葱花 米饭腻腻分明 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 晶莹剔透 排骨也十分软弱 用筷子一戳就能夹动 这样做的米饭 有肉有菜 还特别香 让人忍不住来一大碗 今天我们全家都是干饭人 雪泥水也炖好了 这个季节多喝点 能润燥 吃完早饭 把便当装和 今天他们去摘苹果 希望他们能度过愉快的一天 妈妈再见 拜拜 不许爬树 别捡石头往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是娃娃妈妈 我们明天见哦 要 下山沙 去山沙 上山沙 山沙 沙 感谢观看